早晨,歡迎大家收看這個《馬迷早晨》 又是我世榮,早上跟大家見面 講一下這場第二場的早餐賽事有甚麼要注意 記住,因為有國際騎士要請賽連頒獎禮 所以九場賽事不是6.9時開跑 平時九場是6.9時的 現在6時半就開跑 即是馬仔何時會走出沙圈 6時正就會走出沙圈 我和Kitty也會早一點,可能5時10時跟大家見面 大家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到時開著Live 再看著我和Kitty一起跟大家用大手聲碟 看看即場分析馬匹的狀態如何 機會率場地如何 再跟大家分析一下 現在事不宜遲 記住可以下載這個堅仔賽馬APP 我們一起跟大家講一下 我的頭四選究竟是選甚麼馬 好了 頭一選就是之前說過 昨晚馬迷世界說過這匹海盜財子 海盜財子這匹馬上次輸給開懷大少中庭區功夫查 其實又不算很強的賽事 不過你看到步速這麼快 他當然是賺了萬步速 但是當時這隻馬就走三疊 開懷大少就在裏面走 功夫查也靠著他輕綁 以中綁走三疊來計算 巴米高騎工會好過賀仔少少 加了個眼罩 除了綁蝕帶 可能對這隻馬的影響會大 因為他之前 即今季都綁著綁蝕帶 但是你會見到之前 在很久之前 雖然贏馬都有 大家要留意這件事 但是起碼他在1650吃得贏馬 而且當時也是排過10檔 不算太差的 那你會見到這隻馬 由綁蝕 就這樣戴眼罩 轉做有綁蝕帶之後 那個表現其實不會影響他很多 相對上 你除了可能純粹是容易操控的問題 現在這隻馬成熟了 亦都戴了眼罩 見到他跑出來穩定 才除了綁蝕帶 繼續這樣 我覺得都不大影響 但是為何會選這隻馬呢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你看一下 昨晚也有說 早段這隻馬 馬鞍向後滑移 即馬鞍在馬身上 那個空帶 即是收套帶綁不實 那滑著馬鞍 其實騎士很難發力 也有危險的 所以你就見到何則要沿途三疊 經常看裡面 那樣的原因就是 即是他都可能怕影響 即是有機會 如果真的跌得很厲害 那麼他都要 立時可能要收停這隻馬 或者停止拆棄等等 即是沒有啦 當然 但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這隻馬呢 都自己因為那個步速有走勢 走上來 那個第四輸兩個幾碼位 我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另外紫賽福星呢 上次何則堯 贏得很容易的這隻 那麼通常對手就比較弱點的 機緣巧合都還在 所以我放了在後面 那麼贏他過幾碼位呢 都叫做贏得收僵 那麼其實何則堯在六檔那裡一拿出來 他衝了幾步 你都看到他都知道自己的勢會贏得 這些六歲現在才大熟的馬呢 那麼其實還在四班呢 你千萬不要想著 哇加七磅很大影響 是會的 但是 人家跑得不好 對手比較弱點 他依然都有他的贏面 不要因為他派了十檔 加了一個磅呢 你就隨便飛過去 那麼可能他會連接 也都不出奇 那麼有這個賠率給大家 上次十七倍 這次你可能最保美的 那麼就算你買個位置 Win Pay呢 好吃 那麼他其實容易跑到三甲的話呢 其實那個賠率上不算太差 那麼當然啦 會不會走三疊啊 臨場的步速快不快啊 當然要看臨場的場地 容易追等等 這些呢 到時再看 起碼他都會給你一個賠率先 至於安逸寧靜呢 其實都是來自海盜才子的場的 不過呢 他就算是沒有那麼 就是沒有那麼蝕那隻 那麼 所以你會見到呢 安逸寧靜呢 那個跑法呢 就 雖然有個快捕速 不過不適合他的跑法的 這隻馬呢 一向都是在內蕩的時候呢 會跟前走 那麼你見到蔡澳報告呢 都有這麼說的啦 那麼最後那句就說 喂 安逸寧靜呢 擺前走的時候是什麼呢 通常在排內蕩出現 但是很有趣的 每次呢 他排內蕩呢 擺在前面走呢 就剛好快捕速 那就回不了了 輸得遠一點 那麼這次呢 預計呢 都是會有這個 比較慢的捕速的 或者是正常的捕速 那麼憑這隻馬的體質呢 加上蔡明兆和巴道的騎的公分呢 守住一個好位貼到欄的 那麼我猜他應該是有三甲的 那麼賠率上也好分啦 不是大熱門 大家不妨可以試一下 他應該就不會像上次八檔那樣 留得比較厚的啦 那麼另外呢 安保這隻大冷門呢 大家千萬不要漏出去啦 上次萬步速呢 很有利的匹力狂龍怪獸奇兵 雖然你會見到 喂 都是後上馬而已 你這麼差的追不到上來 但是如果大家有留意到呢 其實田泰安呢 在內蘭呢 沿途入到直路呢 都是堵住了的 那麼現在包尾鐵蘭紅帽的那隻呢 就是啦 那麼其實呢 你會見到他望空的時候呢 走勢相當強勁的 那譬如這裏 他中間有個洞呢 塞了出來 那你見到呢 那隻安保呢 在這裏呢 推幾步 田泰安有拆騎的情況之下呢 這隻馬 推幾下呢 已經在一個內蘭那裏塞了上來 不過裏面 都仍是塞住了啦 當然 那麼但是 一路去到終點前呢 其實 前面的馬又再拉闊一點的時候 你見到田泰安再動手呢 這隻馬都自己還肯追的 這些馬呢 就我們不叫力弱 輸得遠呢 也都不需要解熱 因為步速實在很慢啊 那麼 今場變成了麥道朗呢 拿過來谷掃1650 這些馬增程呢 其實更加合他那種 就是 加速力不強 但是懂得加速的馬 那你說 喂 三歲而已 那 就是行不行啊 什麼這麼重磅 當然要搏啦 不搏他就不會有這個賠率了 再加上麥道朗這個 就是澳洲加紐西蘭冠軍呢 其實是很著數的了 有這個賠率給大家 他又沒什麼責任的 就是不是說沒什麼責任就騎完就算了 而是他不用顧慮太多 他反而會好一些的 就是不會說我騎了這隻 騎得不好下次沒得騎 他反而會盡情 沒什麼壓力 拉出外當衝 反正大冷門而已嘛 沒什麼所謂的 大冷門呢 買海外的大師傅呢 一向都有聲碎的 所以這場雖然不是國際騎師要請賽 但是 憑脈道朗的騎工呢 怎麼都好過田泰安的 那這些馬呢 大冷門 不妨拖回一住了 好了 講完這四隻 選擇的馬之後呢 當然要講一下後面邊線配腳 有幾隻熱門在這裡 講一下為什麼我們會覺得它是邊線 廣告回來 大家支持了訂閱了之後呢 可以排罪啦 按些心心 譬如海盜才子 我說世榮好穩 我說到不如做膽轉紅色啦 按個心心 在這個apps 上就可以了 好了 跟著呢 我們廣告三秒之後回來 大家看兩個支持一下 跟著再講一下後面邊線配腳 邊線配腳呢 有這批機緣巧合 其實機緣巧合呢 今季只是出了兩次賽的 這批馬呢 在之前上季尾 來地的時候 輸得很遠的 所以呢就要再試襲 試完之後就沒事了 放了頭呢 莫雷拉都可以贏到 那這場他有機會呢 就在1650度呢 因為那個檔位不是很外 也都加了個B1 給了個眼罩 應該都會放回頭 沒什麼步速之下呢 他有機會可以的 不過這些馬呢 已經七歲啦 你不要要求他進步啦 他只可以保持到的 紫賽福星那場呢 他都不是放快步速的 那所以後上你見到呢 噴火龍啊 他啊 紫賽福星啊 甚至乎第四名型家輝 本來軍速擺前那些 全部因為當位啦 劉德比較後一點都追到上來 那所以這場呢 他有點賺了形勢的 那除非莫雷拉在這場放出來 再加慢步速 否則呢 那都屬於是邊線配角之一 那另外就是加大開心 加大開心呢 也是上次走蝕位的馬來的 那對著快步速那場我貼了 記不記得我和大家說 喂 這場快步速呢 好慢放 只有他一直放 趙計回到來 結果呢 方仔 想自己一Q回來 找來雙子棍追 一起放不及了 但是 你會見到呢 這場賽事呢是1800米 縮發落1650呢 根本就很適合 那隻雞大開心跑 可能 就是練馬斯龍天鵬 我都試過 喂 1800 兜大外碟 都是不夠力追的 剛好就遇到萬步速 不如這場 放回試一下 但是呢 七檔呢 很容易走三碟的 那所以這兩場 四班五班贏了之後呢 可責要 其實分不到身了 要騎子賽復星 那他都選了好一點那隻 那蔡明紹維友又騎回 那但是這隻馬 雖然四班都贏得輕鬆 但是呢 就是叫做 當位不好呢 有機會不會好像 何宅耀騎那次那樣呢 因為那次是 兩次都可以賺快捕捉的這隻馬 這次沒有什麼捕捉而偏熱呢 我覺得相當危險的了 至於成才呢 雖然這隻馬一再證明呢 走外跌是沒有問題 那而且下班呢 都是常常會吸引 你見他輸得遠呢 不要緊的 三班來的 而且沙田賽事 都是想減分的 你看看他三班季初 跑了650 雙隔十日衝出 以七歲高齡 都認識得近 還要沿途沒有遮擋 證明呢 輸給超方滑的 大哥 都不是很差的 那所以 他一落到四班呢 你不難理解 為什麼他在這麼早的時段 贏到紫塞福星和黃寶的 當時其實那個 就是蝕欣 連接的 蝕欣是一次排外跌 十檔 跟著落到啡格 win了 再出 都是贏 那就是說這隻馬呢 四班就有餘 三班就不足 那這場呢 都是屬於邊線馬之一 三檔其實挺好跑的 他有跟前走呢 這些馬呢 有位置不出奇的 那這場呢 其實就不用說 分得那麼分明 安保和機緣巧合 有一條界線在那裡 其實 除了開刀才子 我比較看好之外 餘下這六拔 大家都可以在單T四連環那裡 大兜亂做配角 因為他們的排序 其實不是那麼明顯 因為 講到部速 走位 例如 機緣巧合 到底套了個眼罩放不放呢 其實只有一個拆棋子士 莫來拉才知道 所以 有時候 就很難說 喂 他實當 受制逼就留了口 這次莫來拉會不會沒有手劑 迫了個眼罩 放頭走呢 都不出奇 他前一場都是他放的 所以 會有這些影響之下 其實這堆馬 那個邊線能力 就比較平均一些 好了 講到尾那隻 行運勇區 都是一隻大冷門 但是 這隻馬 就沒有證據顯示 他跑一里是不行的 所以這些馬 我們就不要隨便飛去 怎麼這麼說呢 四班有兩場 1650大家知道 第二場 第五場都是 但是 其實第六場都有1200 而你看回 第二場 這批 行運勇區 他根本那個血統 就是跑中距離 喂 這個血統 講的是很好馬 中長距離都可以 所以 美麗寶貝那些都是中距離馬 所以 你會見到 他爭情 反而才是適合他路程 一檔那個上兵率這麼高 有時就是 撐大家不為意 不一定每次都是實力馬 什麼機緣巧合抽一檔 這些半冷的 他當然難贏 但是 他跑一里 終歸都是有個檔位幫到他 有時候 他適合他的血統腳法 走進來 有什麼不出奇 所以這些邊線腳 大家最好 譬如找到一隻對的膽 拖六隻腳 買四連環也好 位置Q也好 可以試一試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 接下來我們廣告回來 邊線馬 我沒有選到的 二進這匹大熱門 告訴大家 為什麼我不要 認為他進不來 好了 說著二進 為什麼這匹馬進不來 除了因為 檔位比較外之外 你會看到這匹馬 其實一再是流後的 上次中城區 和噴火龍那場 根本 已經是賺 你會覺得 全部前領馬 只有他一隻追上來 會不會反暴促的 但是你想想 巴道 都被騎士 都被人問 查詢那個騎法 因為如果你有看到 二進 在再之前 較早時候 即是上季的時候 其實 他試過 炮千四 就是 流後 但是 拿些位 就沒有 這次 1650 那麼衰 所以 你會想 就是 今次換了潘頓 會不會好一點 但誰知道 好 不幸運 就是 喂 他 就剛好抽到外檔 所以 因為這樣 而變得 熱 預期步速慢 如果步速快 他追到上來 不要緊 因為有其他馬 譬如紫賽福星 那種馬 都是會追到上來 他跟二進 哪一隻厲害 很難說 很難說 那麼巴道 他都有 就是 選個位 在300米的時候 所以 他就 選點不選點 結果 博失了頸 因為這樣 而令到他大熱 換潘頓 那些人覺得是保重的 是 我明白 蔡漢12月攻勢很強 也都潘頓 也都暫時在榜首 這些熱滿 我會覺得 喂 你跑這個路程 又不是特別厲害 是不是 你按回統計資料 其實 說真的 你沒贏過 這個路程 你跑沙田1400 我會看高一些 但是1650 你或者 都是這麼多 你選完 不選你那次會贏 不過在說那次 今次的對手 都不疼 所以 他熱滿 是不值的 有時這樣走三疊 慢步速追不及 緊緊就第四、二、五 這樣 輸得近近的 可能輸一個馬位 追到第五回來 那這條四連環就好分 有時可以這樣搏一下 就算不是的 你不是讓他走入第二 贏了 好嗎 那你就選買位置Q 有時候位置Q都好分 是不是 你不一定要拖他 那另外是天德 這些馬呢 上次呢 就發現他的口部有血 都幾次那隻楊榮冠雀 就是偉達那隻 不過這隻就沒有換到 橫形口作鐵了 因為那個不是偉達 是霍利士 那沒有找自己兒子騎 因為騎不到 那找了希威森 希威森呢 就找了他騎這隻馬 那看一下那個騎功 可不可以踏夠的 但是這隻馬呢 終歸你看到 每次都沒有似近的 是季初那次呢 輸給赤馬 洪峰 黃寶 這場是略為強的 而且他沒有位置上 但是有位置上代 不代表他可以追得更近 我都回答你不到 因為有時候 你忘空了 衝兩步 都是這麼多的 不要想著說 嘩好厲害 那比起上季呢 他在四班下 找薛恩騎 那麼希威森的騎功 又沒有去到薛恩的程度 不過你可以想就是 他背輕了8磅 但是有這麼多變數要去搏 我就覺得 不是太值得了 你可以考慮一下 我亦都不會畫了這些馬 只是呢 要選就沒選到他 那麼當然啦 預期捕捉馬呢 都有機會是這些放到回來 十二檔 剪過來就剪過來 你沒有馬走 我一樣可以而已 那麼都有機會的 這些馬 不過呢 就可能他要 早段虛耗了多力 還有有時怕這些馬呢 十二檔剪過來之後呢 上一口 這馬上了口 放快了 終歸又變成正常捕捉 你中間按慢沒用的 那就變成正常捕捉 就是輪轉完彎1分16秒幾 哦 然後你頭段用得快 中間慢了 人家是後上馬呢 中段就有回氣休息時間 最後一樣過來 你均速呢 由慢轉回快 從直路走呢 根本就走不到的 你加速不到的嘛 所以人家後上就比較好 所以大地寬少呢 就比較不划算的 相對上 如果你看數據呢 十二檔也都很難上名 去到這個賠率 是是我都知道底薄 不過 就 就是 我認為在局勢上 他容易 在報速那裡出錯了 所以 即使他是放快 以及他是一些可以 就是賺了報速形勢 在這場的馬呢 十二檔我依然都不選了 好啦 那最後一匹了 就是畫了的馬匹來的 就見到這匹 雲彩飛揚 那不是因為王浩南的 我沒有看少他的 但是 你會見到呢 快報速 沒有騎錯呢 三疊追不到上來 那喂 大家都追不到上來 我就情願 就是要你 前前後後呢 都還有很多選擇 什麼大地寬少 海盜才子 那我選了海盜才子 你騎師上游 王浩南 就是 騎工 可能 不是很差 但是人家 可以轉八米高 只是這件事 和本身 大家都走外諜 他比你前 你已經不需要選了 是不是 你說喂 四檔如果真的賺很多 那就不同說法 但是這隻馬呢 根本呢 你會見到 雖然是千二 他有本事劑在前面 但是似乎呢 那個氣量上呢 一增情 他都是沒有什麼法子的 所以這些 一里馬呢 暫時可能還需要練習一些氣量 或者再減多點分呢 我就暫時不看他住了 我相信隔了一個月呢 都應該不會有大變化的 那這場局勢不容易的 大家投注的時候呢 都要記得 不要那麼薄了 所以 可以一膽四五腳 雲玩一下位置Q 或者將頭四選 我就會穿雲買位置Q 但是你說 值不值得買得多呢 我回答你不值 不過是賠率給到你 可以試一下 而已 好了 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次再見 一會兒還有一些精彩節目 大家喜歡的 記得訂閱 明天還有Live 可以和大家見面 到時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